我叫日美拉里皮股 我们家在喀什经营一家菜店 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忙 时代也在发展 不像小时候 吃菜都是自己种 现在都是在菜店买 每顿饭都离不开蔬菜 无辜粮 采米粮油是少不了的 店里现在还有网购品牌 平时军营们需要什么货物 可以在网上下单 货物送到货会放在店里 大家过来自体 大豆成香水果 小豆一盒饼干 全都整整机器的摆放着 有些老顾客反应 下晚半后想去买点食材做饭 却经常碰到菜店超市关门的尴尬 因为家里也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早照顾价值能不能回去的货买 为了方便那些老顾客们 我去发那些新鲜的 台品货买 无论是最初卖 贴了价格 写了牌子 赶上二年了 一开始是报纸试试看的想法 没想到 到我回到店里的时候 货货款完全能低上 一分不差 两年来没有一时一线商品 也没有一位顾客逃货单 有人说是个奇迹 我认为这是相互信任 这样做不仅仅是 为他人带去安心 才带去人信任 使用人民之间互相信任 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